卫福部玉里医院举办57周年院庆典礼 院长简宜嘉亲自主持会中还播放了 玉里医院从睡变到药生的回顾影片 典礼同时也表扬了112年度优良员工 和资深员工场面温馨隆重 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举办57周年院庆典礼 由简宜嘉院长主持 卫生福利部医福会王玉伟副执行长 行政院东部联合福中心郭应毅副执行长 花莲医院林彦雄院长 以及台东医院王兰福院长等各界人士到场管理 典礼开始由院内8位著名组成的50队 热闹喧腾的演出拉开活动序幕 会中也播放玉里医院从蜕变到药生的回顾影片 电力同时表扬了112年度优良员工及资深员工场面温馨隆重 再次恭喜医院长 然后领导的我们玉里医院优秀的同仁 完成兼聚的任务 在此代表我们医副委来恭喜玉里医院的同仁 单亲这个57岁的生日 那期许大家在我们立不会坚强的这个支持下 那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玉里医院从民国55年9月1号检院 到现在已经届满57周年 期间历经了历任院长与全院同仁 目前院总共有住民大约2230位 配合政府长照政策 将规划逐年转型为住宿市精神长照机构 其中100床的万宁住宿市长照机构 渴望在今年的10月底率先开办启用 提供住民更好的照护品质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在帮我们报道